1.F哥打乘七轮车 地厅 F哥的12技能地厅已经运到了紫禁城女儿身上 并且打好了须弥兽决 12技能的七轮车地厅 只有一出手 那输出数据将会非常炸裂 2.珍宝格带一千万战神 珍宝格副战队这个月携带了一千万战神 他们将会成为以水雪山三千万战神冲冠道路上最强的对手之一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一千万战神的珍宝格 能挡住三千万战神的以水雪山吗 3.熊英领三千万战神冲刺 熊英领物理老板李总已经确定加盟西炸 叶总也有淘汰部分装备宝宝 留一个号加盟西炸的想法 熊英领本月将启用三千万战神 好好冲刺一波 4.巫童辽宇岛招老板要求 近段时间 宇岛服战队在招募一位风系老板加盟 巫童在直播中表示 有不少老板已经在洽谈当中 同时他也聊到了于岛招老板的要求 第一不要理财行老板 第二老板要靠谱 不是晚几天就离开的那种 5.不败哥买顶级四伤害戒指 东海劳山服战老板不败哥 从郭乌勤手中高价买下了一个顶级四伤害戒指 初始总商达到了83点 在打服战的同时 不败哥还打造了一个物理号 准备玩一玩三弓暴力队